本老板,可因大王龙马上就要上线了 他的机制简单粗暴,很容易上手 而且他是一个两个斗技可以在进行场来回切换自如的角色 CLA可切换另一个激斗技 切换成功之后再次点击EA 就可切换成初始的斗技 无论你带哪个激斗技都是这样来回切换自如的 两个激斗技的具体表现咱们后面再说 首先咱们来看看他的评位 虽然他看着体型很大 但是大家放心他的评位距离并不长 没有夸张到一个大尾巴大半个竞技场就被扫到 大概这个距离平时就可以打到 大恐龙一共3A与EA2A3A都是挺稳的 而且平A的手感是很清理很丝滑的感觉 虽然他的平A手感丝滑 而且EA的后摇也不是很大 但是他的2A后摇是巨大的 大家千万不要2A去摸甲 虽然他的2A后摇巨大 但是他的3A后摇是真的小 即使3A没有打完你也可以马上上走 而且他的平A还有个非常厉害的机制 长按一类就可以进入霸体格挡的状态 没错就跟新世界圣评诺服务的机制是一样的 大家注意他的前后摇还是挺大的 大家要掌握好时机去拨打 有点效果就是近战格挡成功可以反打 远程技能可以霸体点掉 但是不能反打小型之下技 他的平A机制咱们说完了 接下来要看看他的E技能 短暗的技能是一个小距离的小时 距离有些短 大概这个位置是可以打到的 打到不会倒地 但是僵直的话还是可以的 不过短暗E技能也不是起手去用的 你可以空放E技能 就会有E技能的变化机还有追加 后摇也不是很大 E技能的变化机 还有一技能追加 相比于短暗E技能来说 范围大了可不止一千半的 这两个变化机 都是向前方一定距离的小时 E技能 还有两个E技能的变化机 表现上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是距离在区别 还不过比一个距离也 两个变化机攻击到对面都会倒地 变化机的距离 大概这个位置就可以打到对面 待会第一个变化机的服务高度不是很大 大家一定要展示好这个领导的间隙 短暗E技能咱们说完了 接下来咱们看看长暗E技能 长暗E技能的反应大是更远了 而且前妖也不是很大 虽然并不是直径全场 但是已经接近直径全场了 这个距离就打不到对面了 注意它的飞摇 释放完毕之后才可以反对 无法说你选择长暗E技能能化 那是它是没有E技能替换剂的 所以E技能的短暗会给长暗 那你根据进去场时一情况去使用吧 听完完看完它的翼锥 它的翼锥是一个带入龙色的长时间扫射 大概这个距离就可以扫回到对面 近战无法进它的时候 因为它可以中圈扫射 但是一定要小心有上技能 无效就会被打 因为你扫射的过程当中是可以闪避的 只能扫射完才能闪去 E技能说完了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它的二技能 它的二技能是一个前段带有霸体的一个技能 可以顶有情急 也可以防止莽浮 而且它的第三刹的攻击距离是特别的远 大半个竞技场这个尾巴都可以打到 而且二技能你也可以按着雕卡转向去使用 但是大家要注意啊 二技能所有的攻击释放完之后才可以闪避 这个技能还是挺威性的 接下来看看它打到追 是一个带有武装色的横角 后摇不算大 但是大家掌握好距离去试换 大概这个距离就可以达到了 接下来看看它的第一个动机 它的第一个动机不仅可以推展 而且突然之后会有短暂的无敌 还有隐身效果 无敌是一瞬间的 然后隐身效果可以持续5秒左右 而且这5秒还可以提升它的攻速 对面的视角不是完全看不见的 就是你现在看你的恐龙是什么样子 对面看的就是什么样子 就是看到有些吃力 并不是完全透明 虽然这个推展没有伞进能力 但是这个短暂的无敌就相当于是一个闪现啊 因为拖战完之后根本不用闪避啊 利用这短暂的无敌 你平均就可以时间反打 这机智逆天吧 咱们CLA切换第二个动机来看一下 是一个将近直径全场的电击 带有眩晕效果 注意并不是直径全场 释放完这个斗机之后 无论打到打不到对面 你的武器上都会有带电击的状态 之后你下次的任意一技能短暗 或者二技能都会 前腰都会带有扑拉的效果 而且二技能不仅有扑拉的效果 第三下的攻击还会再次附带眩晕的效果 每次释放这个接斗机一下 一二技能的效果就会产生一下 效果二选一 具体想用哪个根据经历场实际情况 你来决定吧 接下来看他的小奥 他的小奥一共有三种释放的方式 首先是点一下的小奥 是全场锁定去释放 显满变成大腕龙的形态 很短招的一瞬之后就会变回来了 还有咱们就是视频开头看见的 长安平雷这个奥鱼会发生提换 会变成大腕龙然后砸过去 这个伤害比上个伤害高了一点点 但并不是全场锁定的 只是一个大半场的范围 这个距离就打不到了 不过距离的话还是挺软的 第三种想要的释放方式 就是想要连点 然后就可以变成一只大腕龙 一直串过去 串的时间还挺久的 比较模型 虽然这个看的串的很好 但是他这个变成大腕龙 在创对面的期间 他并不是霸体免控状态 估计闪兵打断不了 而且这个友情技也可以有一个 所以说想要这么模型的 串的玩的话 那就要算好对面的友情技了 而且在最后一种想要的示范方法 打得成还更高 之后再来看他的友情技 他的友情技就是他的第二种想要释放的方式 亲手反击速度都还可以 亲手的话就是大概这个小半场的距离 就可以亲手到对面 相机反击的方式也是很快 之后大家进行场可以试一下 之后再来看看他的GD奥义 范围有些短 这个距离也打不到 那就再稍微近一点就可以打到 还有奥义图大家可以看一下 声音的话上升就会有了 到这里 随便的所有技能咱们都说完了 等上升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去试一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